一部反映都市80后情感与励志的电视剧《三十而立》 近日在京举行了发布会 导演曹卫生协主演《人众》、韩宇琴、盖克、赵锦道、傅乐等一一亮相 此次《人众》变身80后 对青春励志戏《驾轻就熟》的他声演起来很顺手 而面对80后的韩宇琴 《人众》爆料自己很怕他 本片中不仅展现了三个男生来劲闯荡 还相辅相成地表现了三个80后女生 在《三十而立》之年的经历和感悟 而韩宇琴与傅乐这两个80后女生 对《三十而立》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在《三十而立》之前给自己了一个交代了 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现状 因为我的感情也稳定了 我的事业也稳定了 我觉得可能我的想法应该是大部分女孩的想法 很简单 很朴实 我就是希望能让父母身体特别好 然后自己有一份特别热爱的工作 然后同时这个热爱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 可以让爸爸妈妈过得特别好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爱人 两个人结婚 然后生一个可爱的宝宝 有一堆胡碰狗友就可以了